先去東區法院 因為這日首次有報稱是記者的被告上庭 他星期一凌晨在西班河地鐵站拍片時 被警員自責發現 帶著39顆催淚彈、海綿彈及上膠子彈的彈殼 雖然記者解釋了想拿去化驗 但最終被捕 裁判官曾拒絕準確保釋 要還押到明年一月中才再上庭 而昨天反而被我們突約記者 警方立即派完地毯色搜查 很像我們開完槍一樣 想撿回這些東西 第一,這個真的要直播 第一就是這個金蘭彬州的東西 原來就是那些狗 那個螢光藍、螢光黃 平時都放在一個袋子裡 原來只是金蘭彬州的東西 在淘寶購買不少兩元 插了就會發光 我想是幾元而已 插了就會發光 當然,我們也是第一次了 好像1985年,1984年龍虎炮第一次 揭露處女膜 那一期處女膜,那一期龍虎炮 真的一次封衡 在史上第一次真正揭露 究竟什麼為之橡膠子彈 糟糕你了 嘩 很重啊 這顆東西 黑色,這顆就是橡膠子彈 大家看看,這顆黑色就是橡膠子彈 就是明文天下的橡膠子彈 當然,我完全感覺不到有任何橡膠的感覺 老實說,我怎樣形容它呢 它像是那些門,後面那顆Stopper 以前有一顆門,裝在一顆門上 它就撞到膠上,類似一顆這樣的東西 這顆東西,它除了打不入之外 因為它是源頭膠 它如果在一個距離底下 我絕對相信它可以打死人 用一個這麼強勁的發射 怎麼打不死人呢 屌你老母,這麼成立,成立石 就是這樣 屌你老母,這些就是林鄭月娥政府 林鄭月娥口中 哎呀,我什麼都沒有,剩下三萬警察 屌你老母,是私以去對付我們人民 對付我們異見者,對付反對這個條例的人 屌你老母,殺人武器 屌你老母,而且他現在還覺得好像很像平常 以前第一次